楼市刺热,踏入2018年更加越升越急,日日见到破顶新闻,楼价一个月贵100万更加成为常态一样,上年说楼价贵的人,今年可以说已经绝望,二手市场缺盘,业主不休卖,破顶价卖是基本,一手市场做独市生意,不理地理位置,一律卖高价,可怕的是,发展商一样卖得出,二手破顶价一样有人承接。 上届政府楼价一升就出来出招,虽然最后弄巧反绝,不过都叫做做让政府想平抑楼价,给个希望你帮市民,今届政府,直头无事,可能出招出无可出,不过比市场信息就是,政府认可楼价向上,你帮人买不起楼是你自己能力问题,跟政府无关,有这个前撤,再力推大湾区发展。 高铁通车和卖科技人才入境计划,目的已经很明显,潜台池是买不起楼的本土香港人是未来而往广东省居住。 腾出香港本土空间与大陆优秀人才,这样的情况下,有能力的本土父母,抢楼给自己子女作为未来楼是香港生活的入场券。 楼价是尾贵,似乎已经不是太重要,但愿政府维持香港高楼价这个推测并非事实。 不过在这个时势,买层楼拿手做保险都是可以理解,当然这个保险是有风险,楼价将来如果大幅下错,就要自己承担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